抵达波兰第一天,我们入住华沙酒店 这里曾经过战时摧毁又被修复 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现有142个工业封房间 每间房都不一样 有些房间抬头还可以看到 故意设计成露出的房梁 在酒店短暂休息后 我们与导游会合 毕达的中文说得非常好 性格也很可爱 他还会很多网络流行语 我太难了 还有特别像憨斗先生的司机 第一天我们要去到老城 这里建于13世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酒城被摧毁 但以其出色的复原和还原 在1980年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 大家来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包 要看好自己的包 因为刚才我们有小伙伴 就是被人拉了自己的包 没有拉开 然后特别大力 结果被发现 我们现在到了居里夫人的故居 现在是一个博物馆 这里有非常多的可爱小物件 毕达说他最喜欢里面新设计出来的背心 如果你在5月到9月期间去往华沙 那么你可以在每周日的中午12点和下午4点整 听到知名钢琴家的独奏 在华沙老城看到两个绿色尖顶的建筑就是圣十字大教堂 这个教堂里面安放着肖邦的心脏 如果你周日来到这里还有可能遇上婚礼 感受完历史与文化你可以逛逛街 在华沙购物可是非常划算的哦 退税高达百分之十几 在这里说不定还能找到你在国内四处都卖断货的色号 不想逛街的话也可以考虑去湖边游船 和朋友们吹着海风来生笑语 在华沙的晚霞中结束了第一天的旅程 第二天我们去到了普拉嘎 这里有非常多的街头艺术 墙上这个写着阿尼亚的红心 据说是一个男孩为心爱的女孩所涂鸭 波兰的房子都是这种旧旧的看起来 所以呢就是喜欢的人会比较喜欢这种历史感的东西 但是呢可能喜欢都市感强一些的人会觉得这里很破 华沙的秋天怎么说呢忽冷忽热 阴阳处的时候它会刮风 然后现在出太阳了所以又有点热 又把外套脱掉了 我们现在在福特加博物馆 爱酒的人一定要去福特加博物馆 不光可以了解到酒文化 还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福特加 霓虹灯博物馆适合爱拍照打卡的小仙女 华沙大学图书馆是我最爱的景点之一 绿植环绕在这里走着 即使你是单身狗也能获得一种恋爱的感觉 夜间可以去到老城区的脚下观赏多枚以喷泉表演 此表演只在五月到九月开放 在这里剧足十五分钟 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关于华沙历史和传说的动画故事 科学文化宫是整个华沙最高的建筑 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它 这里举办过很多音乐会展览和集市 华沙起义博物馆也是个独特的地方 这个互动博物馆是为了记录二战期间 德国占领的欧洲最大的地下作战行动 维拉诺夫花园和宫殿是经典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尽管被兼并战争和占领依然没有改变 如果想要去到宫殿里拍摄是需要登记的 华沙是一座惬意的城市 感觉经过身旁的每个人都很快乐和满足 他们骑着电动滑板车说着欢声笑语 这样的华沙我很喜欢